首先我要非常謝謝 立南的校長還有老師的一個栽培 內政部長林又昌以大學長身份 和議長同志委一同出席金融高中校慶 對金融高中這幾年 不論在體育或者升學 成績進步很大 身為學長他特別的驕傲 所以我擔任部長之後 第一次回來參加校慶很高興 那其中在所有的校長 跟師生大家努力之下 一直在努力一直在進一步 那而且在前兩年 我們還得到這個奧運的一個金牌 我還陪著蔡總統回校來表揚 那所以今天回來參加校慶 是以另外一個身份 過去用市長現在用部長 然後希望跟所有的師生 大家一起努力讓其中更好 網路詐騙層出不窮 內政部長林又昌日前拜會通訊軟體公司 希望能與賴公司 一起打擊詐騙獲得相當大成果 詐騙的問題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上任之後呢 從源頭來進行管理 也就是這個網路上面的一個 這個投資廣告 在不管是Meta或者是Google 來下廣告 未來都要採取實名字 而且行政院已經完成修法的一個動作 送到立法院 希望能夠在這個會期能夠通過 那另外我昨天特別去拜訪LINE公司 就是希望說在LINE群組上面的這種詐騙 未來也能夠被惡指 所以昨天也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成果 就是我們跟LINE公司基本上達成共識 未來會開立這個紅色通道 也就是針對重大 而且急迫性的這些犯罪的一個案件 我們的警戰署跟行政檢查區 可以跟LINE公司 透過紅色的通道來即時通報 那並且儘快的把它下架 讓民眾能夠減少這個被詐騙的一個機會 我想這個是昨天去拜會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進步跟成果 劉昌成為金融高中史上第一位部長 不忘感謝學校栽培之外 也鼓勵學生們多多朝自己的夢想前進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